與肩同寬 屁股抬起來 抬高 旋高 往天空旋高 第二 大腿呢 微微往內夾 只要做這兩個 用力的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盡可能是 維持呢 你五分鐘以上 今天我一樣邀請到 蕭醫師 我的好兄弟蕭醫師一起來 從內外科的角度剖析 手腳冰冷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去看 怎麼去切入 是不是真的吃補就有用 我怎麼讓自己的身體變成暖暖包 手腳會冰冷 就是因為我們的熱能沒有辦法傳到手腳 聽起來好像廢話 但其實它可能就會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呢 我的熱能真的不夠 我熱能真的不足 所以說我除了手腳冷 全身都冷 只是因為手腳離心上遠一點 所以感覺特別不舒服 特別冷 但有第二種是 你的熱能其實很夠的 可是它在輸送到我們的手腳冒燒時 它的物流出了一個狀況 比如說在這邊塞車了 在這邊塞車了 導致呢 你手腳是冰冷的 沒有錯 可是你的熱能都寄在肚子裡面 那這種情形 就是你的熱能是寄在體內的 反而並不是所謂的體質寒 所以我們先區分 第一是真的虛 第二是你塞住了 我們的血液沒有辦法到達四周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手腳是變冷冷的 也是一樣分成兩個來看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 來說明這件事情 比如說 我們的心臟 其實是我們身體熱能和動能的 最主要來源 對吧 你身上沒有其他的動能 所以我們這個熱能要從心臟傳到四周 要透過血液循環來的 那心臟就可以像是一個水拱 我們的身體就像是大樓 大樓裡面有很多個房間 也是要以通為智的意思 那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比如說這個水拱 本身就很小 你偏偏要蓋100層樓高 當然離心臟最遠的那些房間 大概率上就得不到血了 所以說如果你是水管塞住的那種情況 剛剛這個比喻 那你就覺得冷 還誤以為你是水不夠 誤以為你是那種不夠 還去補 去灌 那會發生什麼事 通常就會什麼 爆掉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很多人 他四隻冰冷 他去吃什麼 吃補啊 或者是來加母鴨羊肉爐 或者是燉一些補湯 結果一吃就說 我手腳好像也沒有比較暖 但是我的臉就開始爆痘了 對 然後開始大便就漸紅了 因為自從也爆出來了 往往就是這種情形 上身熱下身冷 或是某一部分熱 某一部分冷的話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上半身如果覺得很熱 下半身覺得很冷 這個通常是溫精湯症 溫精湯是我很常運用在 更年期婦女 大概就是四五十歲的一個處方 他的特徵就是 你的手是熱的 甚至有些患者會說 不是只有熱 會麻 而且越到晚上越麻越熱 那在手掌攤開 這個小魚劑的地方 不是魚劑 魚劑指的是大拇指這邊嗎 小魚劑指的是 小拇指這一塊 這一塊的地方 他會有一些紅色的斑點 那這隨著你的體內的這種 預熱越大 你的斑點的區域就會越大 所以我常給患者吃溫精湯 他本來假設這麼大 我每次來都看看他的小手收 那他的小手收是這一塊 紅斑 如果越來越收縮 越來越收縮 然後到最後不見了 就代表我們這治療是成功的 他的手熱 和手麻的狀況也會消失 但溫精湯症本質是寒症 他的腳其實是還蠻冷的 如果有那種 冷到會打寒症 或者是會抖的這種 這到底是內科的問題 還是外科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這個銀床上常見的是兩個狀況 我問大家 比如說你待會準備要起來報告 或你要上台準備開會 待會輪到你發炎 你是不是也會冷到打寒讚 明明氣溫都一樣 那個其實狀況就顯然跟寒沒有關係 那個通常是你的氣塞住了 因為當我們覺得緊張的時候 我們身上的氣就會開始不流通 所以你的手就開始發涼 甚至有些人會手心 還會開始微微的出汗 這個叫做氣絕 絕這個字 在古書上面講的就是四肢冰冷的意思 那什麼叫氣絕呢 氣絕指的就是 因為氣不通而造成的絕 還有水也會卡住 比如說什麼叫水卡住 我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暈車的經驗 暈車、暈船 或者是腸胃不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哎呦 暈車、暈船的時候 你除了頭暈啊 胸悶啊 然後覺得噁心想吐啊 吃不下東西之外 拉肚子 你還會有一個症狀 其實手腳通常也是會冰冷 那個時候的冰冷 就是因為你的水 水影太多了 卡在你的胸隔裡 它阻礙了心臟 傳導到四末的這個功能 剛剛氣絕很類似 只是它的誘發的因子 暈車 老一輩的人說我們含生薑 吃生薑 可以去把那個噁心的感覺給緩解 因為這一招應該很多人用 比如說生薑切片 還說什麼貼內關穴 然後含在嘴巴下 客家人呢 在入山的時候 都會含一塊薑片 因為把那個 山裡面的濕氣 杖立之氣 把它隔接住 因為生薑 其實它是有散水氣的這個功能 所以合到說我們那個是水 可能卡住 這邊我想要補充一個 就是說 觀眾朋友怎麼這樣自己知道 自己現在的氣是不是通的 你是不是處於一個 膠感和腹膠感不平衡的狀態 通常我會這樣說 大家可以把那個手掌 放在自己的額頭上面 然後你感受 因為我們會有溫度的感知 如果你覺得其實是手很冷 但是頭很熱的話 那通常你是處於比較緊張的 氣絕狀態 你就想嘛 像黃醫師剛剛講的睡覺之前 或者是你泡完溫泉會是什麼狀態 你會覺得四肢好溫暖 然後頭覺得好輕好舒服的感覺 會有睡著的感覺 這時候你會摸 你會發現溫度會反過來 你的頭會降溫 但是你的手會比較溫暖 能量向下向外傳遞其實是一個順向 我們常說頭腦要冷靜 靜之外頭要冷 所以說其實手要比我們的頭還熱 最後想要詢問兩位醫師有沒有 中醫的補法可以讓手腳不要這麼冰冷 講到要吃什麼 我們還是要把以上我們做的區分 順便做一個中間 因為你看我們其實分人兩大類對吧 一個是你真的是熱能不夠的心臟的問題 那第二種是心臟沒有問題 是心臟到手腳的通路有問題 那我們剛剛提了很多被水卡住的 被氣卡住的 被各種東西卡住的 好先講 如果你真的是因為熱能不夠心臟不夠 那可以吃一些溫補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你要吃一些薑 一些比較熱性的藥材 什麼八針 十拳 就給它下去吧 下去之後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要特別提出來就是因為 萬一你是因為路不同的 你可不要輕而易舉的去吃這些東西 如果說我也一開始不知道我是什麼樣的體質 但是呢我吃這些補湯 我吃多久大概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吃補湯 你的感覺是你嘴巴立刻就破了 或是隔天你很久沒有排便出血的痔瘡又破了 那可以百分之百告訴你 你肯定是以育為主的問題 那剛剛我們還不是還教大家一個原則嗎 我們也可以從時間性去做區分 如果你就是上台報告前才手腳病人 那大概率上你是棄絕啦 你是路不通的問題 不然你怎麼解釋你下台之後 立刻手腳就溫暖起來 這個食物對身體的反應其實很快的 我們可以日常生活中去快速觀察一下 你是哪一種 你是半來會的 還是真的可以補的 是這邊有什麼公超可以讓大家 通一下氣血讓手腳不要這麼冰冷嗎 有 好待會為大家示範 就是這邊為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常講 不換寡而換不均 這句話X就是說 如果我手腳冰冷真的虛 那就是換寡 那這時候其實對中文來講蠻單純的啊 補下去效果很快一些很簡單 但難的就是大多數的情況 除了寡之外還有一些不均 就是幾乎人會來看病 拖到來看病一定都有卡住塞住的情形 所以說太單純的處方 就是說我唇補的唇泄的 其實都對身體某種程度上是負擔 或者解決部分的問題而已 很難去用一個方法打通天下 這鐵藥包製手腳冰冷 有的話我早就賣了嘛 我在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公操 辦公室就可以做 它主要是呢 是要把我們的腰的 腰陽關的陽關穴提起來 因為你可以想像我們的陽氣呢 是從陽關嘛 陽氣的關卡 它是從腰這個地方輸送到我們四肢的 所以說腰不好久做 這邊腰部的氣息也不活落實 手腳也很容易冰冷 待會兒教大家做 手腳冰冷的公操呢 我會跟大家介紹這個叫 旋陽關 把我們的陽關穴 就是我們都賣在腰椎第四椎下的這個陽關穴 提起來 把陽氣的關卡打開 它具體做法很簡單 可是其實有點累人喔 一開始我們可以找一面牆 這個牆是讓我們保持平衡用的 首先呢把我們的手指頭呢 輕鬆的搭在牆上 用指腹輕輕的貼著牆就好 因為等一下 盡可能避免說我們的重心倚靠在牆上 我們可以注意 盡可能讓我們的指腹不要被壓到變白 盡可能輕輕的接觸就好 兩隻腳與肩同關 腳尖呢最好內八 或者是往前平立 總之要避免掉外八的情形 接下來做法很簡單喔 我們把我們的陽關 或者是我們一開始用尾椎也可以 把尾椎往上翹 好像屁股往上翹一樣 這時呢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腳跟好像被屁股帶起來了 有點微微墊腳尖的感覺 如果我們的腳特別有點不穩定時呢 就把大腿往內夾 重複一下 與肩同關 屁股抬起來 抬高 旋高 天空旋高 第二大腿呢 微微往內夾 只要做這兩個用力的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是時間的關係 盡可能是維持呢 你五分鐘以上 如果可以維持到十分鐘 算你厲害 這時候呢 一直保持著一直抬屁股的一個姿勢 然後大腿往內夾 一直保持 其實很累人喔 它其實會用到一些我們平常很少用到的一個肌群 尤其是陰面的這些筋絡 乾筋 皮筋 聖筋 它有強化我們的 起筋八脈的一個作用 又可以把我們腰 腰痠背痛 這個久坐腰痠背痛把它打開 做的時候好痠好痠好痠 可是做完會覺得很輕鬆 而且手腳會發熱 通常做五分鐘之後呢 你會開始有點發抖 會覺得累很正常 請堅持五分鐘 因為就是要做到你最後的累會發抖發熱的那一刻 那就是你氣息開始用陽光絕打開 往手腳末梢開始輸送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很簡單啊 就給大家參考 不錯 坐在這兒 是嗎 take care 坐在你 坐 då 坐在這西部